那天和男朋友一起去闺蜜的房间 他们这么快就买房子准备结婚了 不过 你也不用有太大压力 可以先付个首付 然后我们一起还房贷 我觉得 不太好 你们都在一起八年了 你不会根本不想去小乔吧 那怎么可能 我只是不想让小乔婚后还吃苦 要买肯定全款买 要不 我们周末就去看看吧 可是 我最近周末都要加班 等过班时间不忙了 我一定陪你去看 对啊 啤酒放在楼下车上 你拿上来 天忆陪我一起去拿一下吧 喂喂 听说你们在一起大半年 你老公就上了提亲了 这也太快了吧 因为 他不好被别人抢走啊 回想起来 他好像一谈结结婚的事情 就会用等一等来逃避 我爸妈说 如果叔叔阿姨不方便去我们家的话 他们可以去你们家那边商量婚事 这怎么能行啊 提亲这种事情 肯定是男方去女方家的嘛 没关系的 我们家不在乎这个 这是我们该做的理数 只不过 我帮他家里有点事情 一直帮我走不开 再等等 我们家肯定带上陈玉去提亲 那怪不得没过多久 他就求了婚 看来你老公是真的着急起你啊 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明白 真正爱你的男人 在结婚这些事上 是不会一直拖着到 这么重要的场合 没有套好看的首饰怎么行呢 这个就当做我送你的订婚礼物吧 葫芦寓衣着福禄 寓衣特别好 上面还有很多小闪钻 闪闪得特别好看 希望你以后幸福好运 快戴上 哇 这一套真的好险贵气 哺啰啰啰啰的 好精致啊 谢谢宝贝 让你特别了 不会 哎 来了 那个 容敏 我们之前说好 二十八岁是结婚的 现在还做数吗 我说过的话当然做数 只是我现在没有底气 给你最好的生活 等我世界再稳定一点 我肯定给你一个 最浪漫的成婚仪式 那你老公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听说十几万的利金 说给就给了 没有 他家就是普通家庭 但他想让我看到他的诚意 就想办法凑到了 他说不舍得让我等 我们家财力只要六万 容炳 你们年纪也不小了 还是尽快定下来吧 好的阿姨 我知道了 我本来攒理性压力已经很大 能不能别让你妈老催啊 我妈也只是希望 我们能早点稳定下来啊 你放心 等到时候攒够力金 我一定奔奔光把你取回家 哎 巧 容炳车要是没拿 你去给他送一下吧 哦 你和小乔在一起这么多年 到底还结不结婚了 其实早就没什么感情了 那你为什么不分手啊 要是我主动提分手 那我不是成重体之地吗 我可不想要所有人都觉得我是那个罪 再拖一拖吧 等他等不了了 就会主动离开的 原来再等等 到时候 等以后 都只是他迅谋离开的托词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得先用小潮爸爸关系 跳槽到世界五百强才行 哈哈 还是你先 你怎么出来了 外面多冷啊 哎 你这个算盘 我在楼上都听到 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是等我提分手 好好成全你 只是与我有关的一切 什么都别想拿走 记得在我回家之前 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家 如果他跟你恋爱成好东西 却对于结婚迟迟 不行动的话 那他只是在用时间 让你走掉而已 确定要分手 嗯 你是不是心里 早就有别人了 所以才要跟我分手 看来我猜得一点都没有错 你果然心里有鬼 小 你电脑就我发下文件啊 我电脑忘带了 啊 好 他之前 从来不会玩这种游戏的 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哦 好 嗯 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个洗手间 再不跟你说了 就快点可爱要不要 不要了 扔掉吧 二口中所谓的朋友 竟然是个男生 就因为这些无端的猜测 你就认定一切都是我的错吗 那不然呢 哎小乔 你还玩这个游戏呢 我很少看见你说玩这个的 是我男朋友喜欢玩 我行的呢 试一下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玩 做点共同话题 哎呦 又吃到狗粮了 走吧 必须让容别拿六万块钱礼金 不能再这样的 不然我和你爸是不会同意的 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吧 哦 好 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个洗手间 妈 容敏现在真的打过程度那么多 您别为难他 刚告诉你了 我为了安诚起见 快递名字 写的是个男生名字 你可别拿错了 放心吧 还不让你吗 外卖也用了这个名字 你不是说你头皮容易有头皮屑吗 我给你借了个好东西 空洞小K屏 嗯 你快去试试吧 这款空洞将分层七次罢水 里面有茶色进入 激起来温和进入 能抵御头皮的产生 和调削特别生态 而且水一冲 头皮上的脏东西就都被带走了 洗完还真是清少多了 会比蟹都不清 感觉发色之间干干净净的 头发好轻松啊 你看我发根现在吃得特别干净 多亏了你给我推荐啊 嗯 味道也好好闻啊 对啊 空洞小K屏的三味可是国际条 像是精心研制的高通沙路上 小花样梦境 惊天不腻 而且留下很持久的 续节效果这么好 那我都用它了 你别搅辟了 你现在说这些谁会相信啊 那情人节那天你在干什么 你说你在加班 那这是什么 下一次是你请我 这次我请你在 我们晚上一起打游戏吧 我请我加班改天吧 哎一会去晚班玩两百 好啊 他无声无声无声无言 梦境怎么会给你个女孩站网吧 这个人女人怎么 那那都只是朋友 我绝对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多可笑啊 你对我所有恶意的揣测 都只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亏心事罢了 小超 对不起我 我错了 我 我们已经分手了 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家 我看着心脏 小超你听我说 小超 听我说小超 小超 信任是感情的基础 总是怀疑别人 多半是自己心里有鬼 是唯一的沙漏